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分享2016年PASCA9年级PADC的五道题目 首先是第一题,题目是说,如图中所示,有一个正方体 它有三个面,已经画好了一些格子线 一个松鼠呢,它从点P走到点Q 它沿途呢,只能经过我们所画的格子线或边界来走 而且它每一步都要越来越靠近Q,越来越远离P 那么请问松鼠从P到Q一共能走多少种选择啊 按照题目的意思所说呢,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些线都是松鼠可以走的 并且呢,松鼠不能回头,因为它每一步都要比上一步离目标更近 好,看到这样的图形,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选择穷举法 那么在使用穷举法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在穷举的过程,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穷举 因为穷举法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容易漏数或重复数 也就是容易漏数和多数 那么只有按照一定的规律来数,才可以就是说避免穷举的一个缺陷 那么我们看一下松鼠从P点走到Q点 它一共有多少种走法 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穷举 好,我们首先看离Q点最近的三个点 那就是图中标出来的ABC算点 也就是说松鼠如果想从P走到Q 它要么最终是经过P点到达Q 要么是最终通过A点来到达Q 要么最终是通过C点来到达Q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只要数从P到B有多少种走法 从P到A有多少种走法 从P到C有多少种走法 那么再把这三种的数量加起来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道题的答案 而我们把它进行分类之后呢 就会帮助我们进行穷举 好,我们首先看从P到A 有多少种走法 好,我们可以拿上纸和笔 用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用就是进行一种的标志来进行数 那么图中是第一种 P点走到底转弯走向A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种 好,我相信很多人已经看出来 第三种 然后呢 三种 然后呢,然后就是P P从侧面这条线出发已经走完了 接下来它只能P先水平的走了 对不对 好,水平走 第四种 水平走到半路拐弯 第五种 水平走到底 过来第六种 那么我们已经数完了 从P到A的所有可能的走法了 就是六种 接下来呢 我们来数一数 从P到B的走法 先沿侧面 走 这是第一种 然后是 第二种 然后是 第三种 还有没有 好,应该看得出来还有第四种 好,从P到B呢 就走完了 因为题目所说是不可以走回头路的嘛 那么P到B就只有这四种走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数一数从P到C有多少种 第一种 第二种 第三种 第四种 所以P到C呢也是四种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最终的答案是14啊 我们这个例子呢 我们这个题目呢 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当我们使用穷矩法去计算的话 我们事先先划分 把它划分成了三种情况 然后在这三种情况下分别进行去 就是穷矩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减少了 我们去穷矩的复杂度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穷矩的一个 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说 要么我们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去穷矩 要么呢 我们把一个大的穷矩 切割成若干个小的进行去数 这个时候就更容易数 不容易多数或少数 好 所以这道题答案是A 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目 第二道题目是说 在一个Scoring的高中里 数学俱乐部有N个学生 当Mr.Fryer把这些N个学生呢 排成四个一组 排成四个一组的话呢 会发现 有一组不到四个人 也就是说N个学生是不能除进四的 然后呢 他又试图把N个学生呢 排成三个人一组 最后呢 他发现排成三人一组呢 组的数量多了三个 但是仍然 仍然呢 有一个组他不完整 也就是说他除不进三 最后呢 他把人数排成两个一组 排成两个一组呢 他又发现这个时候 组的数量呢 比三人一组的组的数量 又多了五组 这个时候呢 依然有一个组的人数不够 那就说除不进二 并且刚好是一个基数嘛 对不对 然后题目呢 是让我们求出来 N平方减N 这个数字的 每一位数的数字 这核是多少 那我们首先要求出N来 然后呢 才能求出N平方减N 得到了N平方减N这个数字呢 再把它的各位百位十位千位 不管有多少位加起来 就是这道题的答案 我们首先假设 假设N 四人一组的时候呢 N呢 N个人呢 能分成M个组 M加一个组 其中呢 M减一个组呢 M组呢 是四人一组的 剩下多余出来的是一个M1 那M1就是1到3了 对不对 不能为0 不能为4嘛 所以我们假设N等于4 乘以M加上M1 所以它总共的组数是 其实是M加1组啊 那把它分成三组的话 我们会发现 按照题目说的 它比四人一组的 多了三组嘛 多了三组 就是多了九个人 然后加上一个M2 M2呢 是小于3的 M2只能是1或者2 之后呢 N等于2乘以M加8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它只能是加1了 对不对 因为它说了 有一组不够两人一组 那就只能是 余下一个人落单了 那么根据我们假设的 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得到N 等于三倍的M加3 加一个M2 等于两倍的M加8 加1 我们就 我们就是说 把三人一组的 和两人一组的 这个数字 可以得到一个等式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说 这是一个 二元一次方程 那肯定是没法解的 但是我们知道 题目给我们暗含了一个 M2 它只能是1或者是2 对吧 M2只能是1 或者是2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两个 一元一次方程 我们就得到两个 一元一次方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别把这两个 一元一次方程 给解出来 求出来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 M等于7 或M等于6 M等于7 或M等于6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把M7和M6 带进去 去验证一下 四人组 因为我们刚才是用 三人一组和二人一组 得到的答案 那我们肯定要在 也就是说 这个答案呢 是满足三人一组 也满足二人一组的 这个条件的 但是它是否满足 四人一组的条件呢 需要我们去 逆向验证一下 那么首先看 首先看M等于7的话 那N呢 就等于 N等于多少呢 想一想 N可以用 第三个式子 去得出来 2乘以M加3加1 是31 也可以用第二个式子 N等于3乘以M加3加1 得出来都是 31 但是31呢 如果是分成四人一组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刚好是 刚好是7组多三个 7组多三个 刚好是 刚好是7组多三个 对的 也就是说 是符合题目的意思的 当它分成四人组 也就是说 N等于31的时候 分成四人组的是 8组 其中有一组是三个人 分成三人组呢 是11组 其中有一个组是 一个人 分成二人组的时候呢 是15组 其中有一个组是一个人 所以31是我们要找的答案 但是我们还要再来验证一下 M等于6的情况 那M等于6的话呢 N等于29 还是一样 用第二个组子和第三个组子 一定都会得到同样的答案 是29 但是我们把29 套到第一个组子上 我们会发现 29等于4乘6加5 所以它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那我们可以拿29去验证一下 29如果分成四人组的话 是七组于一个 分成三人组的话呢 是 分成三人组的话是 九组 九组于两个 很显然 九组于两个 七组于一个 它们的差值不是三 就是不是题目 不满足题目的要求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得到N等于31 这是这道题唯一的答案 那么得到N等于1之后呢 我们就要计算N平方减N N平方减N呢 等于930 那么930 这个数字的 各位百位十位相加 就得到了12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就是12 好我们来看第三道题目 这是一道几何题 题目说三角形 PQR是一个等样三角形 以至PQ等于PR等于39 并且知道三角形 SQR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并且边长是30 边长是30 也就意味着 QR是30 那么请问三角形 PQS的面积 遇到这个题目 我们首先加一条辅助线 加了辅助线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已经知道了 PQ的长度 也知道了OQ的 QR的长度 又知道它是等边三 等腰三角形 那么大三角形的高 PQ PO是不是很容易就求出来了 根据 毕达格拉斯定理 也就是骨骼定理 OP的平方 加上OR的平方 等于PR的平方 所以OP的平方呢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它是12396 开根号 可以得到OP的长度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看 OS是不是也能求得出 因为QSSR Q2 它们都是边长是30 OS呢 我们一样可以用 勾股定理可以得到 它是用30的平方 减去15的平方 是675 那么开根号呢 约等于25.98 好 我们看一下 题目让我们求的是什么 是不是三角形 PQS的面积 三角形 PQS的面积 如果PS为底的话 高就是OQ 那么OQ 我们已经知道是15了 PS现在是不是也能得到了 PS就等于PO减去OS 那么约等于10.02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 三角形的面积 约等于10.02 乘以15 再除以2 大概约等于75的样子 所以这些答案是B 我们看第四道题目 第四道题目是说 有十个非常小的橡皮球 它们呢 均匀地分布在一个55米长的管子里 它们在 它们会在管子里呢 立刻开始滚动 而且它是以一个匀速行驶 就是它的速度是每秒一米行驶 当一个球如果走到管子的两端的话呢 它就会掉出来 当两个球如果在管子里相遇的话 它们Bump上了 那么它们都会立刻掉转方向 并且依然以一米每秒的速度反向行驶 那么题目给了我们ABCDE五种配置 这五种配置呢 管的长度是一样的 速度是一样的 游戏规则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每个球 初始的方向是不同的 然后呢 五个球是均匀分布的 题目有说到了 另外题目问我们 题目问的是 下面ABCDE中 哪一种配置 它们的时间最短 什么时间最短 就是超过一半的球掉落的时间最短 那我们看哈 每个管子长度是55米 一共是十个球 十个球把这个管子分成了十一段距离 所以每段距离是 所以每段距离是五米 对不对 然后速度是均匀的 另外 另外十个球 把管子分成了十一段 每一段是五米 并且球呢是均匀的速度行驶 就是球的速度不变 即便是两球相撞 会发生什么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 两球相撞会发生什么 按照题目说的 两球相撞 它们会立刻瞬间调转方向 依然不变速度 一米每秒 反向行驶 我们回想一下啊 我们好好想一想这个场景啊 假如说A B两个球 它们在管子的某一端 碰撞了 碰撞之后 A是不是转身往回走了 B是不是也转身往回走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A 就走了B应该接下来走的路 B就走了A接下来应该走的路 是不是这样 本来B呢是 本来B呢是往另一端走 可能它还需要走 比如说若干米 A呢是剩下的那一段要走若干米 但它俩碰撞立刻调转方向 是不是就等同于A B互换了一下 A把B接下来要走的路走完了 B把A接下来要走的路走完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道题目啊 要想通这一点 这个题目的 这才是这道题的关键啊 因为其实管子的长度不重要 也就是说 10个球分别把55米分成了5米一小段 这个不重要 只要它说是匀速行驶 所以匀速也不重要 速度也不重要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象到 我们要能够想明白这一点 当两球相撞的时候 从表象上看 好像发生了一个变化 因为AB立刻调转方向了呀 对不对 它本来可能 如果没有人撞它的话 它可能就直接顺利的走到了终点 但是有人撞它了 它要转身走了 我们就很难计算这个球该怎么走了 对不对 但是换个思路 当AB相撞的时候 他们俩互相替对方完成了 接下来要走的路 本质上 其实并没有变化什么 对不对 本质上最终他们有没有 他们俩加起来的路程有没有变多 没有变多 他们俩的速度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所以只要这个球 它是离终点只有若干米 即便不是它 也会有一个它替它完成剩下的路 所以两球相撞 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忽略它了 因为不管怎么撞 该走的路一定有人走完 只不过可能不是它 而是跟它碰撞的那个球 这点想明白就可以了 好 那想明白这一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计算 每一个管子里 每一个球 它要走多远 当然了 我们题目实际上 我们求的是 这十个球超过一半落地的时间 谁最短 十个球超过一半落地 也就是有六个球已经出来 对不对 我们只要找到 第六个球出来的时间 只要它是最快的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找出第六个球出来的时间 因为它是匀速的 因为每一段都是五米 所以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每一个球 就它一共需要跑多远 还是刚才那句话 可能这个球 我们来 先给每个球 加上标号 我们看 我们看十个球 假如说它是一到十的话 对不对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三和四 我们看A的三和四 四呢 本来是顺顺利利的 我们想一下 四是不是本来是 应该是顺顺利利的走 四个格子 也就是四个五米 就走下去了 但是不幸的是 它在半步中会碰上三 对不对 虽然它碰上了三 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四虽然回头走了 但是四接下来要走的路 是三用同样的速度 帮它走完了 对不对 同样道理 四接下来要走的路呢 三接下来要走的路呢 在三四碰撞以后 三要接下来走的路呢 被四替它走完了 那同样道理 当三和二如果再相撞 一样的 二会替三走 走它应该完成的路 然后三又替二走剩下的路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判断 我们不用考虑 它们的碰撞情况 我们只需要考虑 一到十这十个球 它原本应该要多少时间 掉落就可以了 因为它原本掉落的时间里 一定有一个球掉出来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经过无数次的碰撞 是谁被掉下来而已 但是在它该原有掉下来的时间呢 一定有一个球会替它掉下来 如果不是它自己的话 好 那我们再数这个 我们首先呢 我们是数每个球 要跑多远能掉下来 当我们数清楚每个球 跑多远能掉下来 因为是匀速行驶嘛 对不对 除以速度就是时间 如果你要问时间最短 那就是跑得最近 这么讲理解吗 也就是说 因为它们是匀速行驶嘛 所以我如果只要跑三十米 就能掉下来 就会比你四十米 掉下来的要快 对不对 因为都是一米每秒嘛 那我们接下来 把ABCDE这十个球 原本每一个球 应该多久掉下来 应该走多远才能掉下来 给列举出来 像A里的球一 它应该是要走十个空格 每个空格是五米啊 我们说因为都是五米 所以我们不记录五米了 我们就记它要走多少个间隔 对球一来说是十个间隔 对球二来说呢 是九个间隔 对球三来说呢 是八个间隔 对球四来说 它因为是反方向的 它只要走四个间隔 就可以掉下来 球五呢 要走六个间隔 球六呢 要走六个间隔 球七要走七个间隔 球八是三个间隔 就掉下来了 球九是九个间隔 球十只要一个间隔 它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对A配置来说 十个球分别要走 这么多个间隔 才会掉下来 那你会说 那时间呢 时间 我们就拿着十的间隔 乘以五 除以一米每秒 就是时间了 对不对 那对这个配置来说 它的球会 怎么个掉落方式 一定是在五米 就是对球十来说 如果没有人碰撞它的话 也就是它走五米就掉下来了 即便有人碰撞它 它掉不下来 也会有别的球 在五米内替它掉下来 对不对 所以对配置A来说 首先走五米 就有一个球掉下来 五米 每秒一米 它就是五秒 就会有一个球掉下来 然后我们再找第二个 最小的数 第八个球三 是不是 第八个球 我们会说 八它掉不下来 也被撞回去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八掉不下来 八跟九撞下来 九会替八完成 剩下的路 也就是说 在八走的这十五米 八是走三五一十五米 对不对 十五米除以每秒一米 也就是十五秒之后 九就替它掉下来了 对不对 九就会替它掉下来 虽然它没有掉下来 但是时间不变 还是走十五米的时间 就一定有个球掉下来 那么按照题目说的 要超过半数的球掉下来 也就是说 我们要找到六个球 掉下来的时间 六个球掉下来的时间 所以应该是 五米有一个球掉下来 三五十五 一个球掉下来 四五二十 一个球掉下来 已经掉了三个球了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两个跑六段的 也就是五六三十米 三十米 跑三十米之后 有两个球掉下来 五个球了 那么 第六个球 应该是要跑七段 也就是五七三十五米的地方 才会掉下来 跑了三十五米 每秒一米 也就是三十五秒之后 对配置A来说 就有一个球掉下来了 好 我们用同样这种方法呢 把B球 把配置B 每一个球 需要多长时间掉下来 列出来 配置C 配置D 配置E 好 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来把它计算一遍 就是说我们自己来把这ABCDE 每一个球原本应该 如果不碰撞 它应该是走多少个间隔 才会掉下来 想清楚啊 说的是间隔 那么如果要求时间 那就需要间隔 乘以每一间隔的五米 再处于它的速度 就可以得到时间 但是这道题 我们可以不算 那接下来的就是 我们要找出ABCDE 第六个球 掉下来 分别要走多少多远的距离 才会有人掉下来 对配置A来说 到第六个 就是第六小的是要走 五七三十五米 也就是三十五秒 对B来说呢 也是 五七三十五米 也就是三十五秒 我们可以看比它小的 一个一 一个三 一个四 一个五 一个六 接下来第六个就是七了 配置C 我们会发现 有两个六 会在 有两个六 也就是跑三十米的时候 就有最后两个球掉出来 那么就是 三十秒 就会有球掉下来 对配置D呢 是七 对配置E呢 也是要跑七段间隔 也就是武器三十五米 跑了三十五米 就会有第六个球掉下来 所以这道题呢 答案是C 只有配置C 它会在三十秒的时候 就会有六个球掉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一道 16年的最后一题啊 16年的最后一题是说 用一个一或一个零 把这个 三乘三的 三乘三的九个格子里 分别填上一个一或一个零 那么填完之后呢 每一行 至少要有一个零或一个一 每一列 也至少要有一个零或一个一 那么一共有多少种填写方法 这道题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又有点像 让我们来数数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极端的穷举 但是它还是要 就是需要我们有列举 数数的能力 好 我们首先考虑三个零的情况 让我们先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说三个零的情况啊 因为九个格子 对不对 每行每列 至少一个零 至少一个一 是不是说明 最少也得有三个零 如果两个零的话 势必有一行一列 它没有零 对不对 所以至少有三个零 同样的道理 至少也得有三个一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零有可能是三到六个 一也有可能是三到六个 不存在两个零 或一个零 或零个零 或零个零 一个一 两个一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列举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分成 三个零的情况来考虑 好吗 我们首先考虑 如果只有三个零 那它有多少种方法 如果只有三个零 我们先写上一个零 好 当我们把一个零 放在第一排的 第一个的时候 剩下的两个零 有几种选法 想一想啊 是不是要么是这种情况 就是对角 对不对 因为要每一行每一列嘛 它不可能再出现在第一列了 也不可能再出现在第一行了 我们想一下 当这个零 出现在第一行的第一个 就意味着剩下两个零 不能出现在第一行和第一列 而且它们还必须得是交叉的 所以只有两种 对不对 想明白了吧 在三个零的情况下 如果零在第一行的第一列 就只有两种情况 但是零在第一行 还可以放在第二列 对不对 第一行的第二列 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行的第三列 又有两种情况 想明白了吗 所以一共是几种情况呢 六种情况 也就是说三个零 要想满足题目的要求 它只有可能有六种排位方法 好了 三个零是这样 三个零就意味着六个一嘛 对不对 那么三个一是不是相同的情况 三个一是不是相同的情况 肯定是了 对不对 三个零 六个一是六种 三个一 六个零也是六种 好 我们刚才分析过了 零一共有几种 就是一共有多少种可能 有可能三个零 四个零 五个零和六个零 对不对 现在我们已经数了三个零和六个零了 我们只需要再数出四个零和五个零就可以 其实经过第一轮的数 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 四个零和五个零我们需要都数一遍吗 不需要的 因为四个零的情况和四个一的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四个零数出来 四个一也就意味着五个零 五个零的情况和四个零零的情况是一样的 好理解吗 想一想 三个零六个一是六种 那么三个一六个零也是六种 接下来我们要数的是四个零五个一和四个一五个零 它们俩其实也是相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只需要再数一个四个零五个一就可以了 好 先用四个零来数啊 四个零 我们首先假设 我们首先假设 有两个零放在了第一行 有两个零放在第一行 其实我们想一想 有两个零放在第一行 我先随便选第一列和第二列 那么剩下两个零我们有几种排法 剩下两个零有几种排法 如果第三个零我们把它放在了第二行 第三列 如图中所示的话 第四个零是不是在第三行随便放啊 对不对 第四个零是不是第三行随便放 也就是说第三个零 第三个零放在了第二行第三个的话 有三种可能 那如果 第三个零放在中间呢 想一想 是不是第四个零只能放在第三排的最后一个 也就只有一种了 好 那如果这个零放在 第三个零放在第二排的第一个 是不是也只有一种 想明白了哈 也就是说 两个零放在第一排的前两个 只一共有五种可能 有五种可能 那如果没有看清楚 我们再看一遍 四个零的情况 首先呢第一排放上两个零 那么就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这个零放在了它不在的那一列 第二行的它不在的那一列 就有三 第三种零有三种填法 然后第三个零如果在分别在它在的那一列 各有一种填法 所以是五种填法 好理解吗 就是说当两个零摆放了固定的位置之后 摆放了第一排 第一行固定的位置 它有五种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两个零放在第一行 一共有几种排法 现在屏幕上是一种 我们还可以放在第二列第三列 我们还可以放在第一列第三列 所以有三种对不对 对着三种来说 每一种都有五种 另外两个零的摆放方法 所以当两个零处在第一行的时候 一共是三五一十五种 两个零在第一行一共有三五十五种 好了两个零可不可以放在第二行 可不可以放在第三行 所以两个零在三行之中 一共有三乘十五四十五种 好那我们刚才说过 四个零五个零的情况 是不是和四个零五个零的情况 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是四十五种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6加6加10 45加45 答案就是102种 所以这道题呢 其实它也是使用了一种穷举的方法 但是呢 又加上了一些计算 不是单纯的穷举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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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